日月潭在之前举行了鹦鹉飞扬环湖路跑赛 结合路跑、游湖、赏鹰三大特色 吸引了54名国际选手 共6000位跑者参加 场面相当好大 日月潭环湖路跑赛 周日星辰6点半 在湖光山色中起跑 沿途可欣赏到如画般的樱花群 有别于一般马拉松的感受 吸引了约6000人参赛 当中还有14个国家 54名外国选手 勤来体验独特的路 我来自奈兰娜、杨茨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 每次来到这里都很美 你都能跑到整个河里 我从美国没有跑过去 结束之后还可以游湖 还可以到三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去游湖 是比较 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的 可以透过跑步 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 然后也可以观察很漂亮的景色 樱花开有 沿路上其实附近邻近都有 赛分成29K黄虎组 12K挑战组 跟3K亲子组三组别进行 黄虎组赛事最后分别由博帅跟陈婉婷 拿下男女的第一名 我自己有来这边来试跑三到四次了 就靠自己这样子一直磨练自己吧 在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 可以跑又怎么越跑越舒服 准备单位表示 这次活动各组赛事都很快就达到满额 显示活动相当受到欢迎 这个特色大概全台湾唯一的 因为就是参加这次跑步的 我们都有给他提供船票给他们 尤其沿的湖跑 这个经验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这次运动结合观光 是借由路跑的这个运动的一个推广 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日月潭 能够有消费的一个机会 带来我们的当地的观光的一个产业 结合体育 赏银跟搭游艇的观光路跑 在日月潭首次举办就获得成功 看见台湾独特的观光软实地 新唐人有的电视 萧正宗李金菊 台湾南投采访报道